我們現在用Hire回圈來實行這個階層的做法 當然我說Fore回圈做得到,沒有問題 那現在剛才因為剛剛有教了這個Hire回圈了 我們來用Hire回圈實行這個問題 所以呢,這邊計算階層 好,這個地方,來,我就開始設計了 一樣,我開一個新的專案 接下來,階層有英文嗎? 隨便啦,我就 突然英文要取什麼,階層的英文 好,來,我們就這樣子吧,Google翻譯 其實我這邊有一個 來,階層 好,然後翻譯 來,來 階層的中文,它這裡面 來,到Google翻譯中翻譯 它就開成這樣子了 中文翻成英文 好,OK 懶惰一下,英文沒那麼好 來 那就用打的好了 因為我複製太多了 好,來 階層 Factorial OK 然後呢 開一個新的之後 然後畫面上 這個是 Screen的 Title 寫計算階層 好 然後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水平的Layout 放進來 然後把寬 Be Apparent OK 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放一個 Textbox 寫請輸入大於0的整數 然後 裡面的文字是 提示符號 提示文字 請輸入大於0的整數 好 那另外呢 最後 放一個按鈕叫計算階層 所以放一個按鈕 進去 然後呢 中間的文字叫做 計算階層 好 然後我把裡面的這個 Xbox 拉長一點 所以寬度 Be Apparent 這樣子 然後 算完的結果 要放在最底下的Label 好 所以我要來計算階層 然後 當然呢 有牽涉到的 我們改一下名字 好不好 改一下名字 第一個 Rename為 這是 Input Number Number OK 然後呢 別忘記 其實可以的話 貼心一點 因為這是要輸入數字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Number 順便把它打勾一下 比較貼心一點 好 那按鈕 Button 我會把它改一下 Rename一下 然後 然後 假設我就是 Button Run 那 Label 最後的結果 那就要是 我們用 Result OK 好 都改好 改要的名字之後呢 開始來寫程式了 來 按下按鈕 幾乎一貫的模式 按下按鈕 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呢 接下來 我當然一定會有一個 累算的 結果 假設我就叫Result 預設的數字為0 都說乘法 乘法一直乘上 對不起 乘法不能為0喔 你0再怎麼乘還是0喔 所以初始值要放1 好不好 初始值放1 OK 好 那我們也可以再宣告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待會我們要 一直變動的 好 假設我就直接寫個Num 然後呢 預設的值是0 好 那我接下來可以怎麼進行呢 好 現在因為是 我們要先把使用者 輸入的讀進來 使用者輸入的讀進來 使用者輸入的讀進來 讀進來 我先假設放到Number裡面去 在這裡 把使用者讀進來的先放到Number裡面去 然後呢 我現在說規定要用File回圈 那我就是 我判斷 使用者輸入的值 跟現在目前Number的值 比較 如果數學是在這裡當中 如果今天 對不起 我用大於0好了 它有沒有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1 這個數字 本來初始這邊 我給它是使用者輸入的 我 等於說到時候是5 然後我到時候要4 要3 要2 要1 這樣子 逐一去乘 所以我來看 數字 裡面有沒有大於等於1 判斷一下 畫要回圈 那如果有大於等於1 我進去裡面要幹嘛呢 怎麼做呢 我就是 Result 先把它抓出來 乘上 現在的Number 做相乘 Result 然後最後的結果 放回Result 但是 別忘了 做完 做到處理一件事情 現在我要把Number 減1 Number要遞減 所以呢 Number的值 先抓出來 然後呢 減法 直接放進去就好了 不會太長 讓它直接減1 減1 減1的結果 最後再放回Number 放進去 來我們稍微看一下喔 Result 原先是1 現在Number 假設我今天使用者輸入的是5 所以今天5有沒有大於等於1 有 進來 我把 Result現在是1 我先1乘5 乘起來是5 5 放回到這盒子裡面 盒子這個result裡面變5 然後現在Number 因為原本是5喔 5減1 就變4 放回來 所以Number變4了 回頭來 Number4 有沒有大於等於1 有 過來 Number現在是4 那result把它取出來 剛才是5 乘以4 5 4 20 放進去 result變20 那剛才Number是4了 4減1 等於3 放回來 Number變3 result變20 好 回頭來test 這個地方 Number等於3 有沒有大於等於1 有 過來 result是20 Number是3 3 3乘以20 等於60 丟回來 result變60了 那Number是3 減1 等於2 2放回來 Number變2了 這邊是60 那2 回頭來 2有沒有大於等於1 有 再繼續做 剛才是60 這是2 2 60 60 2 120 放回去 result變120了 然後 Number是2 減1 變成1 存回來 最後1 有沒有大於等於1 有 再去算 120 乘以1 再放回120 所以 1 再減1 等於0 放回0 回過來 再來測 0有沒有大於等於1 沒有 跳出來 最後result的結果 就已經確定了 result的結果 就是120 我要把它放到這個裡面的結果來 放什麼結果呢 首先我要放的是使用者輸入的那個字 然後 後面要印上階層 這個符號是金碳號 然後 等於 什麼值 最後的值 是result 串起來 join 最後把它印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才這 我一到 那個什麼 關掉了 關掉了我要再重新 跑出來 Connect Emulator 所以基本上 各位可以用這個程式去測試一下 基本上 這個如果沒有問題 那 RUN起來 就基本上沒有問題了 那一樣 我等一下會把這個畫面 抓下來 然後放上去 等一下 這邊怎麼有一個錯誤 XX 看一下 它這裡怎麼會有錯誤呢 應該 看一下 就是有多一個嗎 所以 有錯誤它等一下 RUN會有錯誤 乍看之下 沒其他東西 再來一次 Button的 Click 好 看來沒有錯誤 看來沒有問題 好 所以 待會我會把這個程式 抓下來 給各位一樣放 等於說 用File回圈來實行 階層的過程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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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